今天我们来学习静定结构中的最后一种结构 组合结构 我们学习了寿弯的梁和钢架 我们学习了以寿弯为主的拱 我们还学习了止寿轴力的行架 那么什么叫组合结构呢 顾名思义 它应该是由不同的寿力杆件组成的 那我们来看一看 图示应该是一个大家看起来应该像什么 一个斜拉桥 底下的桥面承受车辆的核载 我们把它变成军部核载来模拟 上面的杆件既然叫斜拉桥 肯定是受拉的 在工程实习中一般是用钢锁来代替 那么好 现在来看一看 在这些杆件中 我们的桥梁 所代替的这个桥面 显然均不合在作用下 它应该是以寿弯为主的梁 我们把它叫做梁式杆 那么看这个锁呢 两端角接纸杆 齐上无合载作用 这话听起来很熟吧 就是我们杆架的杆件 那么因为两端角接纸杆 齐上无合载 它就将纸受轴里 对我们这个图示结构来说 除了桥面这两根 去梁的作用的 瘦弯的梁式杆以外 其他的都是两端角接的直杆 那么这些杆件将只受轴里 所以对这个结构 我们把杆件一共分成了两种 一种是以瘦弯为主的 我们把它叫梁式杆 或者叫弯曲杆 一种是两端角接直杆 齐上无合作用 只产生内力是轴力的杆件 我们把它叫做杭架杆 或者叫做二粒杆 那么既然结构的杆件 分成了两种受力的 那么你想一想 做它的受力分析的时候 应该从何入手了 不管是什么结构 不管是做什么分析 我们都是要取截面 然后对隔离体列平衡方程 用截面切开的隔离体上 最好是位置数的个数 不要多于平衡方程的个数 那么你切开一个梁式的杆 暴露出几个内列 受弯 当然有弯曲简粒和轴粒 而对杭架的杆件 二粒杆你切开来说 它只取轴粒 那么也就是说 你切开二粒杆 它的位置数个数要少一些 而粮食杆切开 你的位置数个数要多一些 所以我们一般的顺序是 先计算二粒杆 然后再计算这个粮食杆 那么一个组合结构拿过来 想要分析清楚 它的受力分析思路 当然第一步就是要分清楚 哪些是二粒杆 哪些是粮食杆 这里告诉大家一个窍门怎么做 就是把所有的二粒杆先找到 只要是两端绞接直杆 旗上无和载 那就是二粒杆 剩下的就是粮食杆 那么我们来看看粮食杆 什么样的感觉会是粮食杆呢 图上这个例子 两根粮食杆 它也是两端绞接 也是直杆 但是旗上作用了和载了 那么就会是粮食杆了 第二种会产生受弯的结果 就是我们钢架的用的 杆件和杆件之前有 杆节点 它会缠地弯剧 所以有杆节点连接的杆件 肯定就是粮食杆 还有一种节点 不是钢节点 而是有的杆件之间钢节 有的杆件和它之间是 角节 那么对这根杆件来说 它这个组合节点传过来的粒 对它来说就相当于是 一个外和载 那么和载作用下这根杆 就不可能只受二那个轴粒了 所以它就是一个粮食杆 那么和下来我们分析出来的就是 从结构上看 就是杆件本身 刚接的应该是粮食杆 杆件有组合节点的应该是粮食杆 第二种就是看和载情况 如果有和载作用在杆件上 杆件就会是受弯的粮食杆 那么我们来看看具体的题 图示结构拿过来 既然你的粮食杆要看和载作用在上面 所以注意做这个二粒杆和粮食杆的区分的时候 一定要考虑以有和载的情况下 再做这个分析 和载作用在了这个组合节点上 C节点上 那么我们来看 按照我刚才说的思路 先把所有的二粒杆找到 寻找两端角接的质杆 AE CE EF DF BF 这五根杆全都是两端角接直杆 切齐上无和载 那么它将只受轴力 然后回来看 A到G 在C点处 它讲 AC和CG是钢节的 然后还有一个EC角接过来的一个组合节点 所以AC是粮食杆 GB同理也是粮食杆 那么现在二粒杆和粮食杆 我们分清楚了 按照我们刚才指定的思路 应该是先求二粒杆 后求粮食杆 即使是先求二粒杆 一共五个二粒杆 怎么先求呢 怎么去隔离体 保证你的隔离体上的位置数是 少于 小于 小于等于三个呢 那么就看一看 还得回到我们的几何组成分析上 来 对图示结构做几何组成分析 看它是如何构成的 形状往这一方已经看出来了 左右明显是两个三角形 只不过注意 这个三角形要把这个AG全部包款进去 一个三角形 GB和F点合在一起 是一个三角形 那么这两个三角形就是两钢片 然后通过一个G的角接点 通过一个EF 直收 轴力的 就是链杆 那么就是两钢片一角 一链杆组成几何不变部分以后 再和地面一角一链杆搭接起来 那有了这个搭接的顺序 有了这个思路 我们就知道了 两钢片 当然切开两钢片之间 那只会有三个连 为了求内力 我们先把之座反力求出来 Y力P作用下 A之座 B之座 产生数项反力 水平反力等于零 对A点取距 求出YB 三位关系 它就是三分之P 那么它是三分之P 反过来 FY等于零就求得了 YA就等于三分之二P 支座反力已知了 现在要求内力了 隔离体要切开这一角 一链杆 取左右两个钢片 哪个钢片做隔离体都行 当然我们是希望 取一个力最少的 我们取右侧为隔离体 其上有切开的一角 一定要替代成水平和竖像 两个力 切开的EF 这个二力杆 替代成它的轴力 受拉为正 设为正向的 直座反力 三分之P 那么现在 我下一步要求的 应该是谁呢 求你的二力杆的力 那么就要对G点取距 它俩平衡 三分之P 力弊是 二分之三 而F 而F 感见的轴力 力弊是A 所以取出来 NFE是受拉的二分之P 在它已知的情况下 为什么我们还要求 G点的这个角接所传递的力呢 因为回到结构中 你要想算G B和A G的力的时候 这个力是必须的 所以我们把这个G点约束的力 通过SIGMA FX和SIGMA FY求得 求完了 下一步求水 五个二力杆 你现在只求出了一个 所以另外的四根二力杆 还得去想办法求 怎么求 回到原图中看 当EF已知的时候 一节点连了三根二力杆 就相当于行架的角节点中 已知一根杆的周立 那么另外两个杆就属于一个节点 两个位置力 用节点法可求 所以这个纯粹的是二力杆连接在一起的 我就可以用节点法来考虑了 同理F点一二三 三根杆连在一起 F一杆一支 另外两个杆的力 马上就可以求得 我们直接用三角形的关系 就可以推得出来 竖向的NFD就等于负二分之P 斜向的NFB就等于二分之 更好二P 因为这是一个45度三角形 直接求的 同理翻过来 在E节点上 那么竖向的力也是二分之P 斜向的力也是二分之更好二P 注意方向 它往这边来 那么斜向的力也是受拉的 所以是正的 NEC要和它平行 它受拉 NEC就得是受压的 现在五根二力杆全部求完 我们这回要求粮食杆了 A,G也好,A,G也好,G,B也好 现在都可以作为隔离体 也单独拿出来了 那么切开隔离体 一定要是完整的隔离体 注意再念一遍 隔离体上应该有哪些呢 支作反离 其上的核载 切开的约束 替代以相应的力 你原来切开的这三根 是它的二力 对不起 切开这两根是二力杆 那么按二力杆所求的轴力 实际方向施加上去 切开的角接约束 一定要替代以水平和树向力 那么大家看 所有的约束架上的力 链杆传过来的力 支作反力全都知道了 那么现在对粮食杆来说 你还要求什么呀 粮,树弯结构 当然是要画弯锯图了 那么大家快速地把 这两段粮食杆的弯锯图画一下 从A到C 其上无核载 一条斜直线 角接点为0 那到这儿弯锯等于多少了呢 用左面球不好球 因为这列力要对它进行数项分解 不如直接从右侧球过来 三分之P乘上二分之A 马上求得对应的弯锯值 下侧收拉 六分之P乘上L AC连一条斜直线 翻过来看右侧的 地点的弯锯 三分之P向下压 那么地点应该是上侧收拉 乘上二分之P等于六分之一 P乘上L 一条斜直线连上去 一条斜直线连下来完成 全部画完以后 对着这个弯锯图 验证一下我们球的对还是不对 核载和内力的微分关系 A到C 无 无核载一条斜直线 C节点无集中力有作用 左右应该是同一个弯锯值 注意从西到地跨过季节点 从西到地通常感断是无核载的 那么弯锯图应该是一条斜直线 刚才我们是分两段画的 现在来验证一下 六分之一 六分之一 零三点 贡献 说明这段符合你的核载和微分关系 反过来说就是 下次你再想画这段弯锯图 当C点弯锯已知 G点弯锯已知的时候 怎么画呢 从C连到G 接着延长到D点 一条斜直线画上去 D点弯锯图画完 那么从D到B 一条斜直线下来 只有粮食杆是瘦弯的 所以你的弯锯图 只需要画这两根粮食杆 完成 弯锯图画完了 那么还得画简历图 那么粮食杆的简历等于多少呢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细细的画了 所以大家看 除了上面这个实际瘦力的这个隔体体 画下来 我把这个力 要想求数项的简历 所有把力按数项水平项 全部分解了 那么这个二分之根号二 往下分 就是二分之根号二 再乘二分之根号二 二分之一 二者叠加 求出来 它对应的数项力值 等于六分之一 那么过来 这面是三分之一 无何载断 简历图是一条平直线 有了刚才那个弯具的 我们知道 从C跨国G到D 这段上的简历应该是一条平直线 过了集中力作用点 简历有突变 应该沿着突变值 给它一个等于集中力大小 一条平直线 后面画完 按照这个 我们给出来 这从A到B的简历图 应该是分三段 A到C等于六分之一 向上顺时针为正 从D到B 看B点处的数项力 向下的六分之一 还是顺时针为正 而在C点 在D点 有集中力作用 在C点的集中力 是外合载 和CE的轴力的叠加 合在一起 是向下的二分之一 所以大家看 六分之一往下 有一个二分之一的突变 下侧值我们求出来 实际这点的简历 过了这个集中力以后 是负的三分之一 一条平直线 划过来到这 看D点处 量D点处 有一个集中力作用 是谁呢 是DF的轴力过来的 力是向上的 那么仰 简历图上对应的 当然就有一个向上的突变 合在一起等于二分之一 那么上面就应该是六分之一 给完 对应的简历图画完 简历图三要素 关键点的竖直形状 别忘了有正负号 还有图标 弯矩简历 最后一个内力就是 轴历图 轴历图非常好画的是 所有的二粒杆只受轴历 那么你把轴历拿过来 标在杆件侧面就可以了 粮式杆也受轴历 那么也得把它的轴历图出来 到哪儿图 上这儿来看 我把力已经分解了 那这个合起来的水平力 对这根杆来说 就是它的轴历 方一推是受压为正 从A一直到B 回到原图上看 从A到B 只有数项何载 只有数项轴历作用过来 没有水平力作用在其上 所以水平方向的力 不发生变化 从A到B 轴历保持一个值 就是你端部推过来的 这个二分之P 也就是受压为负的二分之P 把所有的轴历标在杆件的侧面 就可以了 那么现在我们的三个内力图 依次画完 对组合结构来说 有一个细节大家要注意 就是它分成了两种杆件 那么粮式杆 你一定要最关键 要把弯具图画出来 而二立杆 别忘了 一定要把轴历给出来 所以轴历图也是必须的 在工程实际中 弯具图 轴历图 是控制你设计的一个关键的数值 这道题 我们现在做完了 做完了还得看一看 反思一下 这种结构 有什么优点 如果工程中我们要实现 从A到B的跨越 我可以怎么办 直接给一根减质量 对不对 那么从A到B 你要是一根减质量过去 在那个外力P的作用下 大家想一想 C解面处弯具是多少 那就是那个三分之二P乘上A 也就最后你那点弯具是三分之二P乘上A 大家看一下 当我加上了下侧这些杆件 把它做成了一个组合结构以后 那么C点的弯具 从三分之二变到了六分之一 为什么呀 因为底下你所设的这些二立杆 相当于把这个梁底下加了一个受拉的 那么再切开截面处 它所受的弯具就是上侧的梁受压 下侧的二立杆受拉组成一对 那么这个组成的力 这个弯具抵消你的最后外核载的作用 你的净具提高了 那么你这个弯具值反映到受拉受压 前面上的值的时候就会大大的减小 所以这种梁我们在实际工程中 给它起个名字叫加进梁 那么还有一种什么应用呢 就是在实际工程中 减脂梁已经做完了 何在加上去了 在工程中发现原有的设计 你的内力不足 抗力不足会产生什么呢 往下压这个梁会产生很大的脑取线 或者甚至如果是钢筋混凝土的梁 跨中截面裂缝太大 不适合我们的工程要求了 需要加固 这时候怎么加固呢 你直接在梁底下贴一层受拉的材料 比如碳纤维 它所起的作用有 但是不是够大 那怎么办 我们就在梁下加上一些二立杆 给它组成一个加进梁 这个时候你的受拉的这个二立杆的拉力 对梁所取的弯矩 取决于你数向高度 我们这里是A 那么在工程中可以取得小一点 大一点 看你的工程需要 当加上这些二立杆以后 原有的梁的承载力会得到大幅度的提高 现在来回忆一下我们钢架中所处理的两个结构 左图 右图这道题 看起来应该很眼熟 在钢架开篇的时候 我们拿它做立体 给大家做了一个计算 只不过那个时候 我们没有讲什么叫组合结构呢 所以说它叫钢架 现在反过来看图示结构 左右两个杆有钢结点 所以这个杆架一定会是受弯的 那么它就叫梁式杆 而底下这根杆从A到B 一条直杆 其上无合载 两端角接 那么它就将指受轴力 我们把它叫做二立杆 然后到几何组成分析的时候 我们认为 A B既然只受轴力 它就是一根链杆了 那么左右两钢片 就是通过一角C和一根链杆 A B连接的 所以我们其实最后做题的时候 是用的切开这一角一链杆 用两钢片三个联系的思路 来寻找格力体的 那么大家看这道题 我们经过分析 知道A B是二立杆了 就可以把它叫做是组合结构 可是 我们如果把核载的情况换一下 上面的均步核载 Q乘上二倍的L 我直接用一个集中力来平衡 把它作用在了A B的跨中 同一个结构 改变了核载形式了 再把它的二立杆和粮食杆 分析一下 A C 折杆必须是粮食杆 C B 折杆必须是粮食杆 而 A B 还是两端角接直杆 但是这时候怎么样了 有其上核载作用 会受弯 所以 A B 就不能叫做二立杆了 那么它也是粮食杆 这个结构现在就不叫组合结构了 而真正的是一个纯粹的钢架 那么它的受力分析的思路会有什么变化呢 大家看 跟右图相比 A B 现在既然是受弯了 不纯粹只受一个轴力了 它就不能变成一根链杆去看待了 不是链杆 那就是钢片 那么我们的左侧这个结构 它的几何组成就是 一 二 三 三钢片 三钢片怎么连接的呢 是三钢片通过A B C 三个角连接的 三钢片三角 你没有切开一个隔离体取出三 只切开三个约束的了 那么经典的三钢片三角的结构 必须怎么办 双截面法 取两个钢片做隔离体 那这里就可以取一个AC 取一个AB 两钢片做隔离体 列六个方程 才能求出三个角接处的约束力 然后再回到杆件上 求它对应的玩具 我拿这两道题做例子 要告诉大家什么呢 就是组合结构 谁是二粒杆 谁是粮食杆 不但取决于它的几何上的节点连接 还取决于其上的核载情况 那么如果想保证不错的话 就是刚才我说的 一个结构拿过来是组合结构 怎么寻找哪些是二粒杆 哪些是粮食杆 就是找干干净净的 两端脚接直杆 其上无核载作用的 才是二粒杆 把所有二粒杆找完了 剩下的那一定是粮食杆 有可能是杆件和杆件 是刚接的 有可能是一根纸杆 但是其上有核载作用 那也叫粮食杆 分析完了 那么具体求解的时候 从何入手 如何取隔离体 还是需要大家几何组成的功力 由你的几何组成分析 是两钢片三个联系呢 还是三钢片三角呢 还是组成结构呢 那么按照不同的几何组成 来确定它的解题思路 两钢片三个联系 那么切开三个联系 自然可解 三钢片三角 当然就要用双截面法 组成结构 当然就是先辅后积 结构一般分为这三大类 行架中有一个叫做复杂行架 用几何组成分析不了的时候 那么注意就是 特殊核载 已经作用在上面的时候 特定核载作用完了 寻找灵杆 那么可以结构得到简化 再去寻找截面单杆 截点单杆 就可以解到你要求的指定杆的内力了 到此 所有的结构全部都讲完了 大家回忆一下 梁和钢架 瘦弯结构 核心掌握什么 快速画弯具图 怎么能快 刚才说的几何组成 确定你的立的求解的路径 求谁呢 求指定截面的弯具 什么是指定截面呢 就是你的分段叠加 画弯具图的分段点 所以要掌握几何组成 要掌握分段叠加法 那么叠加内部的就是你的核载核 内力的微分关系 掌握了这些 画完了寻弯结构的弯具图 由弯具图推简力图 由简力图推轴力图 树弯结构的三个内力图 全部画完 然后就是我们的拱 拱核心掌握什么叫拱 杆件的轴线是曲线 仅在竖像核载作用下 制作处会产生水平推力 由于这个水平推力的存在 杆件切开的任意一个截面处 会有个副弯具产生 使它的弯具得到大大的减小 所以拱主要受轴力 那么任意指定截面的内力 两种方法求解 一 平角拱仅在竖像核载作用下 我们讲了两套 用带梁求解的反力的公式 内力的公式 大家建议你能够背下来 做题会带来方便 如果背不下来呢 三钢片三角的三角孔 你就会去用双截面法求约束力 切开任意一个截面 沿切线方向 沿发线方向 进行内力的分解 Sigma Alpha F Alpha F Alpha Sigma F Beta 去进行取平衡方程 一样能求出你的简压轴力 Sigma M求得弯具 然后求出来的拱 要想保证它最受力合理 最好就是所有的弯具等于零 那么接下来当然简历也就等于零了 就剩一个轴力 轴力 纯轴力 受力的拱 我们把它名字就叫做 合理拱轴 而想要求合理拱轴 必须是一种核载 核载情况给定了 才能求出合理拱轴 公式大家应该还记得 就是你的合理拱轴 就是你的戴梁的弯具图 除上FH 也就是说戴梁在同化 同合的核载作用下的 弯具图的形状 就是你的合理拱轴的形状 这是拱的概念 两个概念 一个什么叫拱 一个叫什么合理拱轴 两套公式 戴梁求反例 戴梁求内力 接下来就是我们刚讲完的 航架 航架分为 三角形依次搭击二元体的 简单航架 三角形搭二元体搭完的 简单的航架组成的钢片 钢片之间在 用几何组成关系 组成静定结构的 那么叫联合航架 联合的方法可以是 两钢片一角一链杆 三钢片三角 也可以是主重结构 最后一个就是 无法用几何组成分析 进行确定的 那就是复杂 航架 航架要想树立分析清楚 那么要 掌握截连法 截面法 对称性 和 灵岗 刚刚讲完 这里头我就不再细细重处了 最后一种组合结构 就是分清楚 分清楚谁是二粒杆 分清楚哪些是粮食杆 加上几何组成分析 指导你力的求解路径 先取哪部分做隔离体 后取哪部分做隔离体 到此全部完成 核心就是 由几何组成 指导你 取隔离体的方法 然后对应的是 取弯具的 还是取轴力的 那么就看你是哪一种结构 力全部都算完了 那么现在我们来总结一下 静定结构的性质 第一个性质 就是为什么它叫静定结构呢 因为无多于约束 几何不变体系 仅在核载作用下 那么它的内力是唯一的 因为我们可以通过平衡条件 确定所有的支作反力和内力 那么这个解答的唯一性 是静定结构的根本性质 其他我们所有的性质 都是由这个唯一性 来推导出来的 因为我们在受力求解的过程中 仅用平衡方程就可以确定 那么就不涉及到 感见的截面尺寸 感见的物理性质 和感见的形状 跟这些都无关 内力只和它的几何尺寸 和它的感见之间的搭接有关系 第三个就是 没有力就没有平衡方程 那么就没有内力 所以静定结构 在支作的微小位移 温度的改变下 不产生反力 不产生内力 它是零 这个一定要记住 来看一下这个例子 两块梁 对不起 连续 那个多块 一端固接 一个悬比梁 通过一角一链杆 搭接齐上 那么 一角一链杆 搭接齐上的 这个竖向链杆处 当它发生 微小的竖向位移时 这个杆会怎么动呢 钢体转动 杆原来是直的 还是直的 只发生钢体位移 不会发生内力变化 还是这根梁 当它下侧温度升高以后 那么 大家知道 一个截面 下侧温度升高 肯定就会是 发生向上的 这个脑取 那么 这个发生的位移 由于没有 多余约束的存在 不会有人限制 它的位移 它就会随着 温度的改变 发生相应的变形 左侧有温度改变 发生的 外形是脑取线 当它向上 位移后 右侧的这根杆 没有温度改变 杆件还是直的 跟着这个 竖向位移 发生相同的 转角 位移是协调的 没有人会约束 所以不会产生内力 第四个 用文字描述是 若取出结构的部分 能够平衡外合载 其他部分将不受力 看看图就清楚了 图是一个钢架 有一个竖向力 恰好作用在一根树杆的顶端 大家想想看 栗怎么传 很显然 树这样的栗 通过树杆 一传到底 直接传递给 直作 那么其他外部分 这些部分的栗 都是灵 这个最经典的例子 其实是谁呢 就是我们的 航架中的灵杆 当力通过一定的路径 可以传递以后 其他的路径上的杆阶 就都是灵杆 大家看一下 树杆 树向力 一传到底 其他的力 我都不用去按节点分析了 直接可以化为灵杆 来验证一下 L型节点 0 0 树向力 那么再接着往下作用 0 0传完以后 是什么呢 那么对应的树向力 树向力传过来 斜杆为0 那么传过来 T字型节点 斜杆为0 它是0到这 那么我们的树杆 接着往下找 灵杆 二元体 灵杆 灵杆 接着往下找 灵杆 灵杆 发现 所有的杆节 除了这个力的传递路向中的这两个树杆以外 其他的全部都是灵杆 第五个 用文字描述叫做 在结构的某几何不变部分上 核载做等效变换时 核载变化部分之外的反力和内力不变 注意 什么叫核载等效啊 你的理论力学教过你了 一个力 那么最后 只要是核力大小不变 核的力产生的对某一点产生的弯具值保持不变 这就叫等效 那么来看一看 具体的例子 在我们的这个辅属部分的一角一链杆上 我作用了一个均步核载 它的核力大小等于QL应该作用在夸重点处 那好 我就用这个集中力 跟它来做等效变换 那么大家看上下两个图 你这个均步核载所在的这个区段内 弯具图会发生变化 但是之外呢 切开这个角接 均步核载传过来的力是多少 数向向下的 二分之一QL 把它作为等效的集中力作用完以后 你切开和周围的联系 传过来的力 还是二分之一QL 为什么呢 因为你切开这部分 几何不变部分和周围的联系 联系是不变的 是一样的 那么这个合力是等效的 那你对外部的约束 去取约束反力的时候 当然它也是不变的 所以它这个核载变化部分之外的反力和内力 是保持不变的 那么旋臂两上的半句图是一样的 再来做一个变化 这回是什么呢 就是结构的某几何不变部分 当它和结构其他部分的连接方式不变的填底下 用另外一个几何不变部分来代替 其树立情况也是不变的 原有是一个简单的行架 在一对P作用下 那么这根杆只产生沿着两个角接直线方向的杆上的轴力 我现在把这根杆 几何不变的杆拿掉 替换成了一个三角形叠加二元体组成的一个几何不变部分 那么大家来看 我还是把这个角接切开拿出来 它所受的力 还是沿着这两个角的连线方向 跟原有这根杆产生的轴力是一模一样的 为什么呢 我们的几何组成分析 大家还记得吧 两端角接 中间只要是几何不变部分 都相当于是一根链杆 所以这个几何不变部分长成什么样子 无所谓 我们这里头是用行架来代替了 其实这根杆还可以怎么办 你可以用一根折杆来替代它 只要是几何不变的 最后端木跟外界的约束取出来 它的力永远是一样的 到此 我们所有的净定结构的部分的受力分析 全部都讲完了 大家一定要把受力分析这部分熟练掌握 那么下一部分 你才可以进入到净定结构的位移计算 好了 结束 明���说 你才几十不算 大家 humidity 总是有可能 你身族有限的 这么多永继练买的